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你能相信吗 胃癌的早期检测竟然可能只需一滴血 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新技术 据说准确率接近90% 这一突破性的发现 发表在《癌症科学》期刊上 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胃癌的诊断方式 这项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和CFMDIP技术 检测血液中的细胞游离DNA 从而识别胃癌特有的甲基化生物标志物 研究结果显示 这种方法对胃癌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 而且男女老少皆适用 然而 由于样本量有限 对一些非肿瘤性胃病的适用性 仍需进一步研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来自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探讨了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团队开发的新技术 这种技术能通过一滴血来早期检测胃癌 如果这项技术能广泛应用 将极大的提高胃癌的早期诊断率 从而显著提升患者的生存率 根据发表于2023年7月22日的 《癌症科学》期刊上的研究 这种新方法在检测胃癌方面 达到了近90%的准确率 胃癌是全球第五大常见癌症 也是癌症死亡的第四大原因 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现有的早期检测手段 缺乏灵敏度和准确性 在中国 超过80%的胃癌病例 都是在晚期才被确诊 5年生存率低于30% 然而 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 生存率可以超过90% 当前的胃癌检测主要依赖于 内窥镜检查和血清标志物检测 然而 内窥镜检查对于患者来说 常常不舒服 并且存在一定的并发症风险 而血清标志物的检测率 仅大约为2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来自中国科学院和肥癌症医院 和山西省癌症医院的研究团队 包括王洪志 聂金福和孙瑞芳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开发了一种无疮 无痛的筛查方法 这种方法不依赖插管或成像 仍然保持了近90%的准确率 这项新方法的核心 在于检测血液中的细胞游离 DNA CFDNA 这些DNA来自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 主要通过细胞死亡和主动分泌机制 释放到血液中 肿瘤来源的CFDNA 包含特定的基因突变 例如甲基化变化 这对于早期检测至关重要 传统的亚硫酸炎测序技术 通常用于检测这些甲基化变化 使肿瘤来源的CFDNA比例不到1% 为了克服这一挑战 研究团队使用了人工智能算法 和CFMDIP细胞游离甲基化 DNA免疫沉淀 技术的结合 这种技术可以检测到低出矢量的DNA 他们开发了一种检测模型 识别出21个胃癌特有的甲基化生物标志物 在一项包括150名胃癌患者 和100名健康对照的研究中 这种方法达到了88.38%的敏感性 和94.23%的特异性 研究还发现 不同年龄段之间的CFDNA浓度 没有显著差异 尽管年龄与胃癌风险存在已知关联 同样 尽管男性患胃癌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 不同性别之间的CFDNA浓度 也没有显著差异 这显示了这种检测方法的普遍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 该团队使用了癌症基因组图谱 TCGA公共数据集 结果显示 该模型可以根据21个基因的基因表达 和甲基化 准确区分肿瘤和正常样本 这在多种肿瘤类型中都是有效的 这项研究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 和肥癌症医院进行应用 研究团队认为 这项技术在理解肿瘤生物学方面 具有重要潜力 并可能有助于胃癌诊断 和育后工具的开发 然而 研究团队也指出 由于调查样本量有限 该模型对非肿瘤性胃病的适用性 如幽门罗杆菌和Epstein-Barr病毒感染 这两者都是胃癌的风险因素 仍不确定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 通过一滴血早期检测胃癌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并且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这种检测方法 不仅能减轻患者在诊断过程中的不适 还能显著提高早期检测的成功率 从而有潜力改变胃癌诊断和治疗的现状 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验证 并推广应用 这一技术将有望成为 胃癌早期检测的标准方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中国科学家开发的这项令人振奋的技术 即通过一滴血早期发现胃癌 这种方法凭借近90%的准确率 将使胃癌早期检测变得简单而无痛 要知道 胃癌是全球第五大常见癌症 早期发现 能将生存率提升到90%以上 这项技术将彻底改变 现有的内窥镜检查 和写清标志物检测的局限性 我们应该为这些科学家的创新点赞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就跟科幻小说一样美好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这项技术的研究样本只有150名胃癌患者和100名健康对照 这么小的样本量根本不足以证明它的普遍适用性 再说了 胃癌早期检测不是一滴血就能搞定的事 幽门罗杆菌和EB病毒这些风险因素都莫考虑进去 你这样夸大其词 小心被人打脸哦 谢琪琪 你这种态度可真是灭自己威风 尝他人志气 这个团队可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合肥癌症医院 这些科学家不是吃素的 他们可是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和CFMDIP技术 这可是高科技 能够检测到低出矢量的DNA 再说研究结果还经过癌症基因组图谱公共数据及验证 可信度不是你随便说说就能否定的 科技进步总是需要勇敢的探索 你这样保守可是会错过革命性的突破哦 哈哈 楚天书 你说的跟科幻电影一样 但现实是 这些高科技听起来确实很美好 但实际应用可没那么简单 人工智能算法 CFMDIP技术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数据 很长期的研究来验证其稳定性 很可靠性 还有 你说的癌症基因组图谱公共数据及验证 这是针对多种肿瘤类型的 不能单单用来证明对胃癌就十分有效 而且这种方法对非肿瘤性未病的适用性仍不确定 这么多未知数 你还是悠着点 别太早吹牛皮了 谢奇奇 我看你是典型的世事怀疑论者 当初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 也有人说他在吹牛 但谁能否认他的伟大贡献呢 这项技术的确还在早期阶段 但正因为有这些勇敢的科学家不断探索 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你提到的优门罗杆菌和EB病毒确实是风险因素 但这项研究已经展示出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未来随着样本量的扩大和技术进一步完善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 总之 对于科学创新 我们应该抱有积极的态度 不要一味唱衰 楚天书 你这么说我是怀疑论者 那大概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被虚假的希望所迷惑 科学需要脚踏实地的研究 而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 你说牛顿 我就说说现代医学史上的写清标志物 当初也是被寄予厚望 结果呢 目前检测率仅约20% 这项技术虽然看起来很有潜力 但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和数据来证明其真实有效性 希望是好事 但在这种涉及人命的问题上 我们更需要的是确实可靠的证据 而不是空谈理想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项技术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